嗨,我是Kopa 一次帶來兩個影片關於哥本哈根青年的 也就是原創腳的第三輪 目前已知的最後一輪 最後兩位角色 其中這一位 迪亞哥羅希 為什麼要先介紹羅希呢?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 比較大眾臉 像我們這種一般人就喜歡這種一般人 大眾臉 但是有特色 我們來看看他的內容 巨人守護者 隸屬性 其實隸屬性不太吃香啦 我說實在話最近 雙位子球員 OMF DNF 總戰力57368 不出色 就如同他不出色的 這個 很難去記得的大眾臉 他的隊伍技能 五名以上隸屬性海外球員 全能力只加20% 這個已經超過15位有了吧 被動技能威壓 取得對決勝利使對手下次選擇指令時 能力值減10% 那當然守門員除外 這個威壓目前好像沒有針對守門員 給的是 三個S技能 這很特別喔 首次登場願意給三個S技能 而且威力都不錯 480 射門 455 這個是攔截 然後鏟球450 鏟球就還好因為這個鏟球其實以前已經 有其他角色有了 那這兩個是 專屬他的因為他是巨人守護者嘛 你看連 攔截都是用他的名字 他的稱號當作名字 給的潛在技能來看看 四項 首先是三名以上的技術性球員的時候全能力值加2.5% 歷屬性喔 但是是半技術性球員 但還好沒有指定海外或日本或者某一國 或者歐洲都沒有 第二個潛在技能 這就特別了 進入對決模式時對手能力值減15% 各位如果還記得最近有一個角色是反丁一束 他是對決模式時對手的攻擊減25% 那這個是能力值 顯然是不錯喔 是全部的能力一起減 但是這裡沒有寫守門員除外所以包含守門員都會被減 然後第三項是全力釋放 全力足球 發動中的所有能力值提升10% 最後一個是盾牌2% 是全隊都有幫助的 我給他的結論 半是容易發動 2.5也不低 他特色對決可以減對手全能力 我有點點點就是保留 保持我對他的稱讚 然後最後一個是S技能給三個是 不錯啦 畢竟 我們要知道這首次登場的球員 他的技能一定是少的 你不像前面比如說日向小次郎啊 大空翼啊 這種出很多輪的 他的技能就很 怎麼講 很多選擇 但是這個 你若新的角色只有給一個或兩個技能 那就真的是 蠻難處理的 就是你 你想要 鏟球可能沒有S技能 你想要防守斷球的時候沒有S技能 可能缺東缺西的 但是這個球員並不會缺 我們來看看迪雅哥羅希 在場上面對 這些角色 他的表現是怎麼樣 計算基礎在這裡 一樣是攻擊有10% 防守是沒有的 他自己 我擺了兩個技能在這裡 我就不放他的 鏟球了 實在是 算起來不怎麼樣的時候 我就盡量 就不浪費時間了 射門480 攔截455 我們先看射門 威力有13.4萬 我這裡可以看到有減能力 在這個跨幅 這 這些小字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發揮他的 潛能 對決模式減對方能力 15% 那減了15% 我們來看看 這些 角色的效果 可以看到這個 比如說這個 費南特 只剩下 14.8 然後這個是 艾斯帕達斯 只剩下 14.1萬 以評測來講 他可以到16萬的 這可以到 16萬多 都是超過16萬的 結果 減完之後 只剩下 14萬出頭 那這個 隸屬性 13.4萬是 輸蠻多的 但是是不是就已經 保證不可能進 那也未必 畢竟你看 差距已經不多了 當然 數屬性我覺得是比較難 但是技術性 費南特其實 差距是不多了 我是覺得他是有機會進球的 本來我在計算的時候以為這傢伙是 很難進球的 但 從這裡來看你可以發現並不是不可能 好我們接著來看 他在 攔截的時候 斷球威力 真的是 看到這數字你很驚訝 我也很驚訝 畢竟攔截有455的威力 結果 155的必殺技為力 結果算出來只有10.5萬 可見他的數據 5萬多真的是不高啊 而且 分配在斷球也不是很好 來看這個傳球 克里斯蒂安生被減 15%之後只剩11.2萬 其實 很接近啦 不過屬性是想渴的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是斷不了 但是這個就未必了 這一聯盟的 澤田蒙我們可以看到 減能力之後只剩11萬 斷球威力10.5萬 力屬性 克技屬性 表示說 澤田蒙的傳球是過不了 過不了這個巨人守護者的 所以你不要看他 好像很普通 其實他還是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本來這個絕對是超過13 還是12 12萬多嘛 你看面對 這個巨人守護者只剩下11萬 像這個我記得是12.8萬 居然少了這麼多 也真的是 很驚人 12.8萬 剩11.2萬 好 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首先是射門 射門 就絕對數值來看 他是低於這些角色 哥德 月中哥德 這個是前鋒 火野龍 然後這個是伊達爾哥 這個看起來 是比他差 比這些差 可是實際上 他有減對方能力15% 所以這些角色 跟他來比 可能都是輸他的 實際上面對守門員的時候 他有減15 這些人都沒有減 表示說其實 他可以在 比這些人更往前 排序可以更往前 這是指相對來講 畢竟 他有減對手能力15% 我們來看看斷球 斷球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看起來好像排在很後面 這個是 波旁嘛 然後是魁欣武 然後是羅希 然後是克里斯曼 看起來排在很後面 可是實際上 如果今天是經過對決的話 他其實是 超越這些人的表現 但是 你要注意一點就是 這個僅僅在對決 如果你拿這個選手 這個角色去做地圖傳球 那你會很慘 因為他不屬於對決的層面 他的數據真的是低 我覺得他的特色就在於說 你需要經過對決 然後使得你的對手 跟你這個角色的能力 能夠更接近一點 如果沒有經過對決 他就真的很難發揮作用 最後是關於國際服的衝求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你經由 這三種方式 加我為好友 今天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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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